嗨,大家好,我是好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 巨石强生在年轻落魄到没有地方居住的时候 一位叫做布鲁洛的陌生人曾经两度收留他 甚至还买了一辆车送给他 布鲁洛之所以会这么做 并不是因为他经济富裕 也不是因为他有一颗水晶球 能够预知巨石强生以后会大富大贵 他完全只是出于一份善意 尽自己所能的帮助所有需要的人 这份大恩情令巨石强生永生难忘 于是现在成名后的他 买了一辆Ford F-150送给了他的大恩人 让对方感动得喜极而泣 两人最终互拥在了一起 这部短视频让好夜也觉得非常感动 也启发了我想要借助好夜频道的一点影响力 来呼吁荧幕面前的你 一起给予这一个世界多一点善意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 所以今天的这一部影片 主要分享六种可以向他能传达善意的方式 第一个方法捐款 不少人对捐款都有这两种看法 第一 自己的钱都不够用了还要捐钱 等我变成有钱人的时候才来做吧 第二 我只能够捐这么一点小钱 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还不如不捐好了 有第一个想法的人 就表示他们对金钱抱着稀缺的心态 对金钱太过于执着的人 通常得失心都会很重 很难过上洒脱和快乐的人生 因为只要他们破了一点小财 比如在股市上亏了些钱 收到了罚款 或是汽车爆胎需要维修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的感到情绪低落 易怒和暴躁 为自己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也导致身边的人开始疏远他们 所以要改正掉这一个心态的话 就要尝试把一小部分的钱捐出去 帮助那些有难的人 这样内心才会开始扩大开朗起来 做起事情来也会感到顺心很多了 好一之前在说书影片也有提到稀缺心态 是如何导致我们越来越穷的 我把影片的链接放在了简介下方 过后你也可以点击去全网观看哦 而拥有第二种想法的人 也就是认为捐一点小钱无济于事 那么我就可以先听一听这一则故事 当比尔盖茲还是世界首富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问过他 在一个世界上还有人比你更富裕吗 他的答案是 有的 在他很年轻很穷的时候 在纽约机场想要看报纸却买不起 当时就有一位好心的小贩 免费送给他报纸看 几个月后又再次免费送他 后来比尔盖茲有钱了 想起了这一位善良的小贩 终于找到了他 并且许诺会实现他的愿望 小贩拒绝了 并且说道 先生 你不觉得你这样 跟我对你的帮助 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吗 比尔盖茲疑惑的问道 为什么呢 小贩回答说 当时的我虽然没有什么钱 但我还是选择帮助了你 现在你有钱了 才想着要来帮我 你的富帮忙 怎么能跟我的穷帮忙相比论呢 这时候比尔盖茲才领悟到 原来最富裕的人 并不是因为他拥有很多的金钱 而是因为他不需要等到自己有钱了 才来帮助别人 好 之前也有提到过的六罐子理财法 里面的其中一个罐子 就是把每个月收入的10% 用来捐款帮助别人 当然如果你觉得10%是一个蛮大的比例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调低成1% 甚至是0.1%也没有问题 只要是做善事从来都不嫌少 只求一份心意 先暂且不说做善事是否会有我们带来好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做善事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美国科学出境会就曾经刊登了一项报道 先对象被分成了两组 他们都各自得到了一些钱 然后被分别只是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上 或是活在别人的身上 像是买礼物给别人和捐款 时间结束后 民族人员发现 那些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人 会感到更加的幸福和快乐 可是那些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人 却比时间开始之前 变得更加的不快乐了 所以说 只要我们量力而为 适当的捐权 或是买一些礼物送给别人 除了能够得到内心的富足以外 也会放下对于金钱过分的执着 从而提升我们的幸福指数 第二个方法 奉献时间 善待身边的人 也是一种表达善恋的一种方式 让好业认为 陪伴他们就是最好的方法 会想起你美好的回忆 里面通常都会是有别人的身影 对吧 比如你想起了和家人出国旅行 朋友帮你庆祝生日 和另一半的第一次约会等等 这些美好回忆的共同点 就是有他人的陪伴 一起体验某一种事情 所以说不要一昧的只忙着工作或是打游戏 要记得抽空时间来陪陪身边的人 像是吃饭 看电影 一起享受下午茶 散散步 去探索新事物等等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重点是 陪伴的时候要全身心的投入 心思放在对方的身上 对方才能感受到你的真心 而不是心在人不在 比如吃饭的时候 却只顾着玩手机 出外旅游的时候 心思却还是放在工作上 同样的 不要拥有陪伴别人 就是占据自己时间的想法 因为这会导致你在陪伴他人的时候 显得非常的不耐烦 或是心不在焉 就好像好业经常就会遇到 有一些男朋友 在陪伴女朋友逛街买东西的时候 会显得脸臭臭 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 结果可能就会惹到女朋友生气了 让得彼此不愉快 这就很没有必要 所以说在陪伴别人的时候 不要分你的时间和我的时间 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对方的身上 这样就能够和对方度过愉快的一天 也有机会制造出彼此难忘的美好回忆 第三个方法 知识分享 知识分享是好业频道一直在做的事情 目的就是想要帮助更多的人一同成长 提高竞争力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知识分享的途径有很多种 除了在社交媒体 部落格或是YouTube频道上公开分享 你也可以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告诉他们最近学到了什么东西 说不定你的分享 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目前正在遇到的几手问题 支点了他的米金 在与他人分享知识的时候 也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自己的理解能力 同时提高记忆力 这就是费曼学习法所提倡的高效学习 此外 知识分享也能够帮助你建立个人品牌 让你有机会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特别是如果你想要网卖或是直播的话 可以分享一些自己行内 不为人知的知识和八卦 这样就会吸引很多忠实粉丝留守观看 比起只是一昧的交卖 你的直播会显得更有价值一些 而且如果你的分享成功的启发到了别人 帮助他们改变了传统的错误认知 那么别人肯定会更加的认同以及信任你 购买的意愿也会更加的强了 所以说除了会卖也要学会分享 第四个方法 当义工 帮助别人不一定要在金钱上的资助 也可以在老人院 孤儿院 社区服务 流浪狗中心等等当义工 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散发爱心 在The Switchboard的书中里面就有提到 帮助别人过后 我们会感到更加的有活力 平静 提升自我价值感 以及减少忧郁 这就是所谓的帮助别人的快感 The Helper's High 人类自古以来就是耳犬动物 通过帮助别人获得满足感 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健康 还能延长我们的寿命 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有一份研究显示 他们追踪了 13000名的50岁以上的实验对象 发现了每年有做义工100个小时以上的人 比起没有做义工的人 他们的死亡率降低了44% 身体功能受损的风险也降低了17% 所以说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不妨就计划在周末的时候去当以下义工 体验帮助别人的快感 在那里或许也可以认识到新朋友也说不定 第五个方法 微笑 在好业人性的弱点影片当中 里面就有提到要对人保持微笑 而这一个就是传递好感最容易办到的方式 2014年发表在社会心理和人格科学上的一项研究中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找来了两组人员 让他们去星巴克买咖啡 一组只要买到的咖啡就马上走人 第二组除了要买咖啡以外 还有咖啡是有眼神交流 微笑以及简单的嘘寒问暖 结果很明显的就是 第二组比起第一组感到更加的快乐 就只是这么简单的小举动 就可以让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变得更好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下一次遇到店员、服务生、保安人员等等的陌生人的时候 就别忘了露出你最真诚的笑容 向他人传达善意吧 第六个方法 慈爱冥想 The Swift Spot的作者 克里斯丁·卡特 介绍了一种叫做慈爱冥想的练习 是一种私下传递善念的祈祷方式 首先 先祝福自己 在内心对自己说 我很健康 我很快乐 第二 祝福一个你感恩的人 可以是家人 朋友 另一半 也可以是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在心里面祝福他们 希望某某人健康和快乐 第三 祝福一个既不喜欢但也不讨厌的人 可以是普通朋友 物俗的同事 陌生人等等 同样的也在心里面祝福说 希望某某人健康和快乐 第四 祝福一个你讨厌 曾经欺负过你的人 或者是很难相处的一个人 虽然对于某些人来说 可能会有点难做到 但其实在祝福他们之后 你就会开始放下怨恨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喜悦 最后一个步骤 祝福全地球的所有人 在心里面说到 希望所有的人都健康和快乐 在一个冥想前后 大概只需要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马上让你感受到 满满的正能量情绪 减少孤立感 对于周围的人 你会感到更加的亲切 你也会开始感觉到 越来越喜欢自己 可以选择在零睡前 或者是醒来之后 就做一下慈爱冥想 相信你很快的 就会体会到 从内而发的善恋 是多么的伟大的 说完的这六种 表达善意的方式 那么当我们接受了 别人的给予 也要懂得如何表达感谢 向别人道谢 也是有技巧的 以及只是说一声 谢谢你 更好的做法是说出 对方具体为你做了些什么 以及称赞一下对方的人品 举个例子来说 你很讨厌洗碗 而你的另一半帮你洗了碗 这时候你可以说 谢谢你那么善解人意 知道我不喜欢洗碗 就帮我做了这一个家务 有你真好 再来如果你的朋友 帮你练习准备面试 可以这么的感谢他 谢谢你这一段时间以来 那么忙也抽空时间 来帮助我准备面试 你是我遇过最体贴的人 下一次请你吃饭哦 这样的表达方式 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 你又在珍惜他的付出 那么对方也会觉得 帮助你是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向他人展现关心 表达善意的方式 有以下六种 第一 捐权 无论金额是多是少 捐权给有需要的人 就能够帮助到别人 渡过难关 饱餐一顿 第二 奉献时间 抽出一些时间 陪伴身边的人 让别人感觉被你重视 增进彼此的感情 第三 知识分享 可以帮助别人自我提升 同时加深理解能力 提高个人品牌 你值得一试 第四 当义工 通过身体力行来帮助别人 可以让自己身心愉悦 延长寿命 第五 微笑 虽然这是最简单 传递好感的方式 却也能够让你的心情在短时间内变得更加的明朗 第六 让我们帮助你培养成功者思维 为便成为一个懂得奉献的自己 我们是财富 工作 还是生活上 有效地为你的人生带来实质上的转变 赶快点击下方链接加入吧 我们在课堂里面见 谢谢大家的观赏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 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 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 启发更多的人 那如果不喜欢点到小铃铛的话 就更好了 这样好业就可以争取 在每逢周三晚上七点半的时候 躺在你面前的机会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by bwd6